南韩女团5050日前与经纪公司的合约 纠纷闹得飞飞扬扬 其中节目想知道真相也报道此事 但由于内容相当袒护5050 并试图带风向 引起不少观众批评 而节目中成员家属受访时 爆料经纪公司侮辱成员 把父母送的食物倒在地上 还逼成员丢到垃圾桶 对此滴舍就出面揭露真相 事实上把食物丢掉的 其实是The Givers的白信礼士 而丢掉零食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还是练习生的全员们 需要管理体重 因此实施减重计划 但全员们却将各种零食藏起来 当中就有家属送的食物 而白信礼士发现后 把在宿舍里收集的零食丢在地上 并大声刺责全员们 许多网友得知后纷纷杀眼表示 他们的零食比没再减肥的我还多呢 吃得真好 好像在检查超商的库存 这种程度的话 是我也会被妈妈骂的 夸张的程度先请寒往讨论